过去从国石东向要北上到台南的车辆都得先下国石走平面的大中路 才能够在衔接国一北上到台南 在北上闸道完工通车之后 车辆不用经过拥挤的民族大中路口 就能够一路到台南变得非常顺畅好走 南下的鼎立路交流道也已经完工了 那得带给这个拥塞改善的情形改善非常的多 另外就是国道10号东向北上衔接国一的这个闸道 现在也已经完工 顶金系统交流道是国一和国石的交汇处 车流方向相当复杂容易造成拥塞 在立委李昆泽多次召集交通部高工局和市府讨论会刊后 争取相关改善经费 历经三年的施工才提升顶金系统交流道的交通服务水准 如果以交流道拥挤的程度它是分成六级 那过去顶金交流道是排名倒数第二级 倒数第二级就是好像这个交流道已经要送到加护病房了 那经过多年的努力从加护病房把它拉到一般病房 当然改善的空间还有很多 除了闸道工程改善之外 李委员还要求高工局针对相关路段加强耗置警示 路灯照明已经加强取缔重车超载超速 和高解析度摄影机等科技执法 希望在过年期间能够让用路人平安回家 我们今天还会再找交通部 还有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警政署等等 来针对耗置以及指引标志等等来做改善 希望能够让它发挥更大的一个功能 针对国时衔接国一北上闸道通车后 市府交通局也以蓝绿橘三种颜色进行路线标示 提醒用路人确定好自己的路线方向 选择正确的闸道 以免走回头路 记者李正道赖长帮高雄报道 中文字幕装阅